今年10月,特朗普政府两条新规直接把在美留学党打入寒冬。 这两条政策直接体现在了工作签证H-1B和绿卡申请的最低工资要求以及在H-1B审核时,强调专业的相关性。 从而直接导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满心欢喜找到工作,却因为工资不够格而无法申请工作签证, 亦或是找到了一个跟专业某些课程相关,但不是完全相关的工作,申请H-1B后由于相关性不够而被拒签。 然而,就在12月1日,在北加州法院负责对这两个政府新规发起诉讼的律师Paul Hughes发推特分享状态表示, 这两个新规都被暂停了,尽管官司是在加州打的,但是结果适用于全国范围, 负责本案的法官White暂停这两个法规的理由受到了各界的共识, 那就是政府部门可以不走公式流程,直接施行新规,但前提条件是有good cause来这样操作。 White法官认为,特朗普政府并无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这两个新规不走公式流程直接施行是合理的。 其实,在过去两年中,移民局已经在为难转专业申请H1B的同学们了。 比如,有位生化还财专业的同学,前几年找到软件工程师的工作,顺利申请到了H1B, 但在去年跳槽时,H1B transfer却被无情拒绝。 近年来,移民局大量发FRE严格审核H1B,一方面的确让ICC滥用签证变得更难,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误伤,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上文提到的强调专业相关性的法规,原本会让这种操作更加正式和师出有名, 现在虽然被暂停了,但以后申请形式也未必好转, 想找到某类工作最好不要走弯路,然后硬转,而是读相关专业,修相关课程。 而关于H1B工资最低标准的法规,被暂停意味着一切照旧, 也就是H1B和绿卡申请的prevailing wage依然是按照老的数字来。 当时这条新规刚出之时,大家也是炸开了波, 看着自己在新工资标准中的天价工资,立刻陷入了绝望, 现在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不过,现在还有一条关于H1B工签的大改革, 目前正在走公式流程,那就是按照工资level高低来决定抽签命中率。 如果这条法规公式通过,那相比对文科类或非大厂的理工科毕业生, 也是一个极坏的消息。 虽然会按照老板工资标准来判定level水平, 但是,跟大厂里起步价都是level2,level3的薪资水平来比, 很多刚入行的毕业生就完全失去了竞争力。 说到即将上任的拜登新政府, 很多人期望他有没有可能会完全推翻特朗普现如今的想法, 但是根据小道消息, 拜登政府很可能会赞成按照level高低进行H1B抽签的这个新规, 到时候,真是情况如何,我们只能看他的实际行动了。 不过小编相信,就算再差,对待留学生和移民, 民主党一向要比共和党友好许多, 所以待到拜登上任时, 或许广大留学党就能拨开乌云见明日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